臺北市市民大道知名的貴婦百貨旁邊 這棟豪宅潤泰敦風 今年又成交了一筆十六樓戶 總價超過二點二五億元 據傳這名神秘的買家 來自新竹 新竹買完 買臺北嵩山區指標豪宅潤泰敦風 今年揭露十三筆交易 而這次成交單價約在兩百一十 七點七萬元 藥局今年新高 有兩位來自新竹的買家共同持有 根據調查他們分別在新竹市東區 和新竹縣竹北市擁有資產 如今再買下臺北市豪宅 口袋深度不容小覷 新竹在地的房市被炒作的這麼高 那甚至有操長的情況 有的時候因為你在地人 你太瞭解在地的房價了 所以你會有一點點買不下手 臺北市的豪宅市場 並沒有因為這一波 就是整個景氣房地產這麼的熱絡 而有不斷往上甚至突破三百萬房線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不會有那種買貴的感覺 臺北市房價冠居全臺 但在這波房市多頭中 不只豪宅價格沒有明顯上漲 也是六都當中唯一沒有破歷史新高價的城市 但根據最新發布的九月住宅價格指數 臺北市來到一百零九點一二 距離二零一四年高點一百零九點五一 只有一步之遙 除了大樓持續創高之外 小宅也正式突破前高 房市剛性需求首購買盤強勁 專家預期明年房市走勢量穩架升 住宅價格持續創高 恐怕將成為必然現象 預計要等到明年升息之後 房市才可能稍稍降溫 三星的送信款 檸檬山特別報導